高雄登会在光荣码头进行释放秀 五光十色的烟火搭配了一些不停变化颜色的水舞 交织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不过在烟火秀上场前 主办单位还准备了号称有50米的龙形风筝 从海上缓缓进场 如果觉得看得不过瘾的话 在29号开幕当天还会有其他更精彩的表演 五光十色的烟火炫烂夺目 在高雄的夜空散漫开来 灿烂的火树营花像是烟火瀑布 使而气势蓬勃 使而温柔婉约 再搭配上随音乐变化颜色的水舞 就像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不过就在烟火秀上演之前 主办单位还准备了号称有50米的龙形风筝 绿色的LED灯串联成一条飞龙 从海面上缓缓进场 是有点失望 应该会更漂亮 是有点失望 因为我们有点看是像 一条绳子这样跳下来 50米的飞龙在天 让民众有点失望 不过炫烂的烟火秀 导致让民众大饱眼福 如果觉得六分钟的烟火释放 看得还不过瘾 29号开幕当天 会有更精彩的表演 熟练新闻王家 请宣慧文 SNG小组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